Hello 大家好 我是书画家思阳 我是会计师朱吉星 520就到了 这是一个属于爱的日子 在这里 我们首先预祝大家 生活幸福 爱情美满 有情人忠诚坚属 在今年疫情严重的时候 这个日子更加显得重要和特别 我们在郑中的纽约 而且全程关闭 各家隔离 而且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想在很多夫妻的人生里 这样的日子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在这一段20小时全天后的日子里 还焦急着对病毒的恐惧 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未来的不确定性 更让这些日子的相处和生活 富有更大的挑战性 我和我先生这段时间 由于工作比平时更忙 快去快说就是那个 发生矛盾的时间会更多 这个时候和平时一样 我们都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要包容对方 因为两个人的生活文化背景不一样 他是在国内生长的 我是在香港成长的 肯定有意见不一的地方 肯定有理说不清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包容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 那就不应该为夫妻之间的问题去争吵 第二就是要付出 每个人都不计较的 为这个家付出 不计较谁先付出 谁是后付出 这个才能感动对方 让对方迈出同样的步伐 一起努力 一起克服困难 我们也会吵架 像所有的夫妻一样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原则 就是无论吵架多么凶 我们不会脱过一个晚上 因为时间久了 这种裂痕就很难再符合 毕竟家是爱的地方 为对方去做自己 本来愿意做的事情 那不是爱的体现 而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才是爱的境界 最后祝大家幸福美满快乐